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全部涉及变种病毒 至于昨天确诊的两个国泰机师 基因排序显示和早前在香港确诊的个案没有关联 卫生防务中心说两个确诊机师 涉及在欧洲常见的Delta变种病毒 基因排序十分相似 确定两个人都在外地受到感染 同日确诊由意大利底港的15岁女童 就列为输入复养个案 另外星期日确诊由英国底港的56岁男人 证实带有Delta Plus变种病毒 同本港首中Delta Plus个案患者 同样都是坐上个星期一的BA027航班 两个人座位相近 而同机还有一个57岁的女人确诊